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没有境外或者是本土的确诊的案例 国内五废疫情今天除了零确诊这个好消息之外 由于日前通过COVAX订购的牛津疫苗 已有19.92万剂运抵博门 所以指挥中心宣布将从4月12号开始 扩大疫苗施打对象到第二类和第三类施打对象 其中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以及国籍航空机组员防疫车队驾驶等人员 都在这次扩大施打范围内 那这些人数各9万跟3.5万 所以增加了12.5万 所以我们扩大到4月10号起 大概目标推向群有61.3万 虽然为了加速提升群体免疫力 指挥中心扩大施打对象 但以目前施打状况来看 要有明显的接种成效似乎是有点难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昨天为止共新增1367人次 总计18659人接种牛津疫苗 指挥中心也解释 接种人数没有大幅增加 可能是因为昨天是廉价过后第一天上班 所以诊所部分约有20万人 在联络方面可能不够好 至于大家最担心的疫苗不良反应 指挥中心指出 目前确认总共有两件严重过敏反应 其中一例就是先前媒体层大幅报导过 接种牛津疫苗后有严重过敏反应者 另一例则是过敏发烧症状 目前这两例都已顺利出院 所以我们打了18000剂之后 那有出现了两件 那这个数字大概是百分之107 那也跟韩国的几乎一样 就是他们是百分之109 有关欧洲的药管局 他们应该是在4月7号或8号 会针对AZ的疫苗的一些接种之后的不良事件 特别是有关老抽胎酸菜这个部分 这部分会做出一些建议 那这个部分会密切的关注 不过除了牛津疫苗外 台湾还有像辉瑞跟莫德纳 下单订购疫苗 但目前辉瑞疫苗迟迟没有消息 指挥中心是否会考虑期待呢 如果他进来的时间 比莫德纳疫苗要来晚的话 那坦白讲我们还有505万剂 那應該是祝福大家目前的需要 那所以如果超過那個時間 那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 好,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裡 好,謝謝,謝謝大家 欸,就等待阿中部長 你以為大家會這麼早就放你下班嗎? 好,來,你開頭你結尾 既然阿中部長都要交給我來結尾了 那我就簡單問一下 國內現在針對境外旅客有沒有新措施啊 至於國內今天的五非疫情 總確診人數依然維持1050例 分別有934例境外移入77例本土病例 目前住院狀況則是還有31人還在醫院治療 大多是輕微或無症狀 只有兩人因肺部纖維化嚴重 雖解除隔離 但仍在住院使用呼吸器中